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我们思想 大卫为什么要把约柜运送到大卫城呢? 撒末尔接下第六章,我们来看这个故事 前一章我们看到大卫做王,并且征战得胜,能够得到平安 接下来大卫想什么呢? 大卫期待把约柜送到大卫城 第一次送,他们用牛车来运约柜 好多人很欢喜快乐来运约柜 但没有想到他们运送的方式错了 因为神清楚告诉他们,约柜是圣洁的 必须用立位人扛台 但是他们用错误的方式效法外邦人 结果呢?牛师前提 人去摸约柜,扶约柜的时候就被神立刻击杀 哇,大卫好害怕 约柜不能进我的城 于是就放在俄比宇东家 三个月,神大大赐福俄比宇东 于是大卫心得平安 他发现神仍然乐意与我们同在 于是大卫再一次迎约柜 这一次不一样了 他吩咐立位人扛台 而且在路程中他不断的献祭 感谢上帝 立位人吹脚赞美 用肩扛台约柜 大卫自己呢 大卫不断的在约柜前面跳舞赞美声 在所有的百姓面前要见证 上帝是配得敬拜赞美的神 而他也顺利的把约柜 能够安置在大卫城 在神的约柜能够与大卫同在 他回家 他的妻子却轻看他 今天你在外面跳舞一点都没有荣耀 但大卫说 我要更加的谦卑来服侍我们的神 而我们思想 为什么大卫要做这件事呢 经文提到大卫起身 率领跟随他的众人 前往 要从巴拉犹大 将神的约柜运来 重点来了 这约柜就是坐在 二基路坡上 万君之夜华 流明的约柜 大卫要把约柜运来 并不是利用约柜 而是他 想念神 他要敬拜神 他期待 他的城市 成为上帝居住的城市 成为有神同在的地方 大卫真的要求问神 真的要敬拜神 神就悦纳他 虽然第一次 用错误的方式 神管教 但第二次 他用谦卑神的方式 神就大大的祝福 引导 让这个城市 被祝福 大卫被祝福 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看到 我们生活最需要的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就是在每一天 我们学习敬拜 让神来保护我们的家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生活 我们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从大卫引约柜来思想 我们用神的方式 来服侍神 恶护救神 让我们长长支取 用祷告 经历到神与我们的家 与我的生活同在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